小时候最开始的梦想是去放羊 因为可以躺在草地上看小人书 再大些的梦想是去花果山 父亲应成了这个要求的前提 是考上中学 再后来老师说 你把绘画的天赋坚持下去 就可以去成立的学校长见识 如今回想起来 每一步都没有梦想但有动力 每一步都随遇而安也自然而然 01小时候看到路边摊垂涎三尺 偶尔也有父亲大方的请个课 俺妈总说她做的战斗包子又大又顶宝 可我总是惦记包子铺肉馅儿的 常常想如果做包子铺老板家的孩子 一定是件最幸福的事 02后来日子好了些 能吃到芝麻馅的汤圆 对于沾牙口的我总是不太擅长 但是父母总是努力的应个紧 我喜欢那些过节的日子 父母的爱意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诠释 03妹子小 父亲便有空带着她去县城 气得我牙痒痒 觉得自己不是亲生的 直到我学会了骑自行车 父亲陪了我三里的去县城买花笔 我才觉得有些爱深藏不漏 但一直在 04鸡飞狗跳的时候 有时也是母亲发火的时候 玩在信头上 被母亲劈头盖脸的骂一顿 虽心有不干 但也不敢和母亲顶嘴 那时候的玩具很少 见识不大 但那时候的想象力 有一点点就能爆发 05虽说各自有时候也能和 父母比肩而立 但真的惹毛了他们 也只能憨皮笑脸的撒腿跑 是英雄好汉 绝对不和他们过不去 那时候父母的权威 我们从不敢质疑 06有时玩蛋子正在信头上 父亲问作业写完没 虽然没有写完 父亲也慢悠悠不着急 只说一句 下回遇见张老师 俺得叫他可就地揍你 07离期末考进 在眼前 前儿拉着节给我做了复习 还有些似懂非懂 昨天又被输至凌晨 今天赶紧偷偷来给先生 行后拜之礼 该做的俺可都做了 剩下的就看先师怎么保佑了 08一学期感觉有点漫长 一学期只有期中和期末考试 俺妈一早笑着说 鸡蛋给你吃了俩了 你使的筷子可不就是一 怎么也得和100分沾点边吧 好好考 俺家可不绝你那两盏红灯笼 09期末的成绩离100分 还有点距离 值得庆幸的是 红灯笼俺妈指望不上了 怎么说也得过一个 其乐融融的假期了 盼着长大 盼着逃离父母的束缚 盼着有一天像个大润般指点日子 在那些稀里糊涂我们的年代里 虽说和父母斗智斗勇 却也快活无比 挨打挨骂是尝试 成绩过得去就可以 眼前的理想是以后也去外边打分工 父母的理想是盖三间瓦房给俺取上席子 也许只是一个小时代 却在拥挤的人流中 不知不觉地走了出去 见识了广阔的人生 知道了一些趣味 方觉得增值 增值的意义 无知无畏的是少年的勇气 有知有味的是后来的人生 图文皆原创 版权 咕苏阿娇所有任何盗用 改图 获利行为都为侵权 商用需授权 转发著名出处 朋友圈随意 咕苏阿娇微信公众号 头条号 新浪微博同步更新 抖音也上线了